謝謝陳老師 大老遠從台北下來 然後可以在台灣實際的感受到 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力量 所以我身為台中人 台灣中社的社長 我也要一方面是謝謝他們 然後一方面就是 也希望說我們在台中這塊土地上面 就是也可以長出同樣的東西 我想如果大家 這個前一陣子 從去年到今年 有來過這個地方 參加過類似的活動的 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市民廣場 事實上是對在台灣的整個發展史上 是有特別意義的場所 這個日本人在台灣統治的時候 在1900年 分別在台灣比較大的都市 就是透過所謂的都市計畫的方式 去產生日本殖民者 他們希望在台灣 可以生活的比較舒適的空間 然後台中市 在1900年 是比台北市 還早了八個月 我們在1900年的一月 就出現了台灣有史以來第一章 我們現在可能是認為理所當然 可是事實上在一百多年前 我們認為是不可思議的 所謂的棋盤式的街道 棋盤式的街道 也就是我們現在 台中市的中區所在的位置 那個是台灣 有史以來第一個 街道跟街道之間 是相交在一起的 而不是台灣幾百年來 農業社會 用走走出來的 沒有一條路是指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形態 所以因為日本人 要在台灣這個地方 活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在台北 台中 在台南 在高雄 甚至在新竹 就設置了 那個都市 核心地區的外圍 的空間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 從台北一直到高雄 其實都有所謂的綠圓道 綠圓道 30公尺到50公尺寬的綠圓道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市民廣場 就是在五個比較大的都市裡面 保存的最完整的綠圓道 這是日本人 留給台中人的一項資產 我們現在所在這個綠圓道的位置 就是原來的台中市的最外圍 由這個綠圓道18公里 這個綠圓道包起來的範圍 大概2000多公頃的 就是我們台中人 比較熟悉的 所謂的老台中 所以我們站在這一個 對我們台中人來講 事實上是有相當意義的空間 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一個空間 是屬於台中人 所有的空間 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上面 我們可以自由的發表我們的意見 甚至可以在這個空間上面 歡迎來自台灣各地 跟我們是想法接近 甚至有不同想法的人 都可以在這個空間上面 產生火花 所以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把這一個空間 除了它叫做市民廣場之外 我們真的很希望 它可以變成是台中人 自由言論的廣場 然後呢 為了這個自由言論的廣場 我們也希望 我們可以一起在這邊 捍衛這一個空間 讓它變成是 台中人的 共同記憶場所 雖然 我們前陣子 在訪河大遊行的時候 這個地方實際上是圍起來了 就是 把那個草地剛好圍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堆人 只能擠在那個路上面 然後大家擠在一起的 幾乎是會面對面的溝通 可是呢 經過一次 兩次 三次的溝通 我想我們逐漸的 台中人 真的是找到我們可以 這個 自由對談 自由對話 甚至呢 謝謝 可能有一些好奇啦 歡迎坐下來 謝謝 可以在這個地方 自由的交談 所以我講 就是第一個部分 一方面是要感謝陳老師他們 還有就是 打國前進 全面罷免 這幾個團體 甚至呢 這是楊總理他們 好不容易在台中 可以逐漸開始在 這個 這個建制的 所謂的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的 這樣的一個溝通平台 就身為台灣中社的社長 我要感謝他們 然後我也要代表我們中社的 所有的社員跟李堅士 謝謝他們 就是給台中這個機會 然後第二個 我要很簡短的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除了在這個地方 希望透過自由的交談 自由的意見交換 能夠去更清楚的了解到 自由民主在台灣的可貴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身為台中人 當我們去呼應 所謂的自由民主概念的時候 請不要忘記 這一些抽象的概念 我們必須要有在地實踐的準備 因為過去很多的自由民主的爭取 我們都知道它不是天上掉下來 需要很多的前輩 犧牲他們的性命 家庭 所換取來的 可是這一些呢 我們很多 都沒有機會參與 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成果 我們正在享受 這樣我們住在台中 我們除了去呼應 共同去捍衛這些價值之外 我們如何去產生在地的實踐呢 我要跟大家報告 有一個面向 長期以來 在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的討論裡面 事實上是欠缺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對於在地民主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認識 甚至呢 我們對於在地的民主機制 我們到底有沒有參與的管道 我要請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不知道可不可以 誰可以大聲的把它講出來 我們2010年12月26號 變成是直轄市之後 我們選出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63個直轄市的市議員 我要請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在場有誰可以告訴我 我們的台中直轄市 63個議員 一個月的薪水是多少錢 知道的舉手 我沒有聽到聲音啊 想要拆的舉手 可不可以拆一個數字給我 30萬啦 30萬啦 34萬 再加多少錢 20萬 20萬 加10萬 再加10萬 44萬 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也從來沒有討論過 可是如果我問你這個問題 那就更複雜了 請問一下 台中市的市長 一個月的薪水多少錢 蛤 要加多少 要加多少 蛤 要加多少 蛤 可不可以 我說欸 這個市長的薪水 議員的薪水 多少錢 關我什麼屁事 當然關我屁事 有關啊 因為 這就是我們透過民主選舉的機制 選出的代議 代議士 跟我們的行政首長啊 為什麼連這個基本的資料 都不在我們的生活語位裡面呢 這樣我要請教他 我們連這個都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在地實踐 我們的腦袋裡面充滿的 全部是刻板的印象 充滿的全部是 所謂的PSA 人家講的啦 我要跟大家報告 台中市的市長 一個月的薪水 就是 我們的內政部部長的薪水 內政部的部長薪水多少錢 外交部的部長薪水多少錢 我們的台中市的市長 薪水就是多少錢 十九萬 一個月十九萬 這樣我們的台中市的市議員呢 內政部說 無幾值 我用台灣中社的名義 發文上次給內政部 我說他們怎麼是無幾值 明明台中市議會裡面 每年編了 他們的薪水啊 我們的市議員 六十三個市議員 每個人所領的薪水 就是 民政局局長的薪水 農業局局長的薪水 十二萬六千五百塊 一個月的薪水 所以他們一年 薪水就是一百七十萬 所以 時間的關係 我要丟這個問題給大家 我們如果 連我們所選出來的 市長 代議士 議員 他們的基本的資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怎麼去在地實踐呢 我們怎麼去在地實踐呢 因為我們對他們 的角色 模糊 對他們的角色模糊 相對的 投射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對自己 我們的權利 我們的期許 就是魔苦 因為當他們不做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很辛苦的 民主政治 是一個責任政治啊 我們選他們出來 我們台中市議會 一年單單給這些 六十幾個議員 一年就要編三億多的預算 每一個直轄市的市議員 一個月有二十四萬的 公費助理 如果一個人是一個月四萬塊 他可以請六個公費助理 立法委員才三十二萬 我們直轄市的市議員 有二十四萬 所以我們身為公民團體 我們都覺得資源有限 像陳老師他們這樣 到處全國走 很辛苦 可是來到這邊 我們就要問了 我們配備了三十六十三個民意代表 為什麼我們所關心的公民議題 他們都不回應 為什麼台中市議會 這麼輕易的 就通過台中市的公民投票 自治條例 都不願意去挑戰 都不敢去挑戰 在中央所謂的鳥籠公投呢 為什麼台中人的在地事務 要接受中央政府 這麼無聊的鳥籠公投法 來綁架我們台中人 決定我們台中在地事務的權利 六十三個議員 六十三個議員 所以我要丟給大家這個問題 我們要呼應 王國昌老師 陳慧銘老師他們 這麼辛苦的全國走透透 我們身為台中人 我們應該從我們的在地民主做起 我們要強力的要求 我們要跟我們的市議員 分進何止 當中央政府是施冷的時候 我們身為一個直轄市 我們有義務 提出比中央政府 更先進更進步的法案 我們要去衝撞 地方制度法 所框架的 無趣的 無聊的 無冷的地方政府的架構 我覺得 這樣我們才對得起 這些前輩 這些老師的辛苦 謝謝大家